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这个Master其实就是阿尔法狗的升级版本 就是越来越厉害的人工智能了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他们的布局 大飞手脚 挂 拆 比较普通 似乎是一个比较平淡的一个开局 这个时候Master选择的是这一招 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Master不懂定势 它不会下定势 但是现在这个局面 这招棋应该说就是我们人类所定义当中的定势 那么也是被它所采用了 而且呢 这盘棋之后还有很多局棋里面 对于对方的三肩低加 他都是选择了这个招 说明他对于这首棋还是比较认可的 觉得可以采用 成这样 这个棋呢是定势 我们都知道应该跳出 但是呢 他现在肯定觉得 由于这边有了这个子 所以这带不大 然后就爬了 这很正常 到现在为止呢 都是正常情况当中很多件的变化 那么接下来的下法呢 我们在之前这个职业棋手的对决当中 大家都是跳的 飞 然后呢再去飞 这个是一个 可以说是约定俗成 就是大家的研究成果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现在啊 这个Matter给我们展示了一招不一样的棋 他没有交换这一下 直接去选择了飞脚 当看到这首棋的时候呢 就是有很多棋手就是赞叹这招棋 觉得确实不错 他的中心思想 因为我们假Matter的棋 就是说他的效率很高 追求高效率 中心思想这招棋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飞这个的时候 他说不好意思 我这首棋我不在这跳了 我省一招 这个是他的中心思想 所以这招棋也是 确实是比较有效 可能很快就是 呃棋手们接受了这个思想之后呢 都会这样去下 那么白棋只能是你既然不跳出头 那我就要把你封住 但是Matter有下一手 走在你的这个腰眼上 这周棋不错 呃这里呢也是 之前没有人下过这样的变化 所以现在这个下方呢 带给了职业棋手很多的思考 觉得这招棋 很好的一点在于什么 他让白棋必须得去霜一下 这个棋就有点痛苦了 为什么呢 把黑棋给走厚了 呃把黑棋撞厚了 之后黑棋再一回拆 呃感觉上黑棋这个棋下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地方其实呃有另外一种设想啊 我觉得其实单顶这个也许也可以考虑 如果他长的话 那么我再顶这个 当然可能会有这个职业棋手不愿意这么下 因为如果他现在退这个 这个小间是决先嘛 这就要瞄着要刺断你 那你这两个交换就是大损 因为本来你如果顶他如果退在这 那么白棋一定不会去顶这一下 这个变化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首歌 通过首歌呢来 呃印证之前的这招棋到底好还是坏 所以顶哪边白棋都有不开心的地方 像他顶这边也不开心啊 黑棋走完之后 黑棋不会再在这走了 这招常是永远不会出现了 他脱先了 所以就是白棋在这个地方稍微的有点受制啊 受制于人 所以觉得 哎黑棋这个单飞进脚是可以采纳的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从现在这样了 最大的就当然是这个斑了 你这边我这四字头 虽然说不是特别的严厉了 但也有价值 走过来 黑棋利 很大这手棋 这手棋的大呢不仅仅是体现于这招利的目数大 而且还有他后来的一些后续手段 嗯真的是下的呃就是马特尔的布局啊 就到现在为止感觉上给了对手很大的压力 相反的 他对于你对他的压力好像他都没有感知到 即使你搬起来他也觉得没什么关系 这块棋还是厚着呢 现在白棋呢实战是飞了这个啊 这招棋从局部来说挺大的 但是在现在这个局面呢 稍微有一些失去战机 这招棋有点问题 这个呃可能也是源于啊 黑棋对于他这个利啊 他这个走这个 黑棋都是有他的目标的 但是白棋呢 对于黑棋的反击顾略不足 这个严重的低估了黑棋的这个手段 刺 这样的局面下出这个刺的时候 其实第一感都觉得黑棋挺俗的 俗手 人家一沾你现在又不能冲断啊 冲断又不便宜 那你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拖先那就是礼合外交话 那亏多了 但是下一手黑棋继续小尖 这个棋又有意思 这个叫做俗而有利 确实挺俗的 这些礼合外交换 我们都不愿意去交换 但是 请注意 当我有了这一交换之后 我就可以冲断你了 这个带给白棋的可是 不能说是灭顶之灾吧 但是这基本上这这也没有战斗力了 就被冲断了 而我如果不交换这个呢 很显然这有一靠 这白棋的手段还是很多 所以这一招一次 他到这的时候应该说 白方这个鱼之银 尽管说也是实力非常强劲 但是见到制造棋 我估计也很头疼 非常难硬了 所以他实战 在独秒声中啊 他是选择了这个点一下 目的就是你如果粘住呢 我再去挡 大家发现这一再一冲断 我可以长了 有了一个呼应 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走到了 但是MASTER很果断啊 在这个地方 贴出 走得相当的强硬 在这里 点这个我就不应你 你还得花一手棋来断 但是断完其实也很尴尬 这局部 这打吃了一虎 也是活棋 其实相反看上面呢 觉得白棋 好像已经这个微散旦夕了 但你上面这个 如果死了 这个价值也太大了 有空脚就这样子被吃掉了 价值呢非常的大 总之现在这样 黑棋一贴这个棋型 白棋呢 又是非常难受的 局部是可以顶 但是由于有这个断点的 存断的这个存在 这块棋可能也不好跑 这棋 他又不敢去顶 那这棋等于就已经死了 所以他实际上呢 是先解这个 把这个冲断这边呢 先防了一个 把黑棋没硬 黑棋把这个扳死 然后小鱼呢 把这个跳死 这样一看也是一个转换嘛 这不是双方 你吃了我一个 我吃了你一片 大家好像 我们就以这个比巴掌来说的话 也差不了多少啊 但是这个Master他的这个判断 还可以说是非常精准的 他就看到这棋 现在他立在这儿 这在正常情况下 我们都不会去立的 这个后手嘛 现在空旷地方这么多 当然是要走外面了 但他立这个其实就是 怎么说呢 内功特别深厚 这个室外高人 这招棋一般肯定不会往这儿想 但他现在这一立呢 一方面他觉得形式肯定是不错 另外一方面这套棋 确实也挺大的 但是他走了之后 你看觉得挺大这手棋 可是轮底下的时候 一般你也不会往这儿去想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人和AI它的差距 这种很细微的地方 现在看着这个 那么跳出 想要精吞这里啊 这里如果说大家的水平还仅局限于说 这棋我一断 他是不是死了 仅限于说在这个地方 还要想去考虑的话呢 那你这个棋 其实我建议大家呀 要多把思路扩宽一些 整体构思需要 像这样子的棋 就是想要慢慢的把它精吞 如果他要逃那他是一块负担 我要对他进行攻击 而不单单是说 我这样把它吃掉四个子 他当然不要了 他就气掉了 这棋你吃四个 就八木齐 什么地方不比这八木齐大呢 所以大家如果想提高水平 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 一定要吃的子 你也许可以考虑不吃 或者你一定觉得要逃的子 除非是齐筋 否则呢也可以考虑气掉 这样也许你会有一个新的境界的提升 好了我们来看他们的实战 走这个 靠肠 靠肠在这儿是先手 只有并住 靠肠在这儿的目的是什么呢 震过来 慢慢的想要 自己好像还有一点东西 主要是这个棋 靠肠不亏 将来可以直接搭住这个脚 在这个地方的效率比较高 所以这个靠肠也是很早以前就有的 现在走这个了之后 白棋从这里跳 黑棋跳回 大家发现了吗 其实黑棋也就是通过我这慢慢的去接应呢 把自己的这个子救回来了 但它并不是说我一上来就要把自己全部连根跑掉 这样的棋就会很重 对方就成为对方的一个进攻目标了 而这样的棋呢 就是游刃有余 你要吃我 那我就给你吃了 是吧 你要断死我就给你了 你不吃我 我一会就都跑了 嗯 这是一个分寸 都是白棋的 B 黑棋就硬 其实从黑棋的手段看出来 黑棋下的已经很稳健了 白棋想要在这个地方呢 形成自己的一个虚花花的模样 跳这个 黑棋走的都是 就它不着急 我们有的时候看它的棋就觉得 真的是吓得有点室外高人的感觉 就轻轻松松地交换了几个之后 我们看啊 黑棋这棋 已经基本上把自己处理好了 这个白棋需要把这个子连回来 那么黑棋已经达到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些 至少我已经先手没花手术达成了 然后现在我再往中间去行棋的时候 也是很安全的 嗯 接下来现在这个棋33 最大 都是它的权利 那么突然之间黑棋就在这个地方发力了 一靠 找到了白棋这个棋型的弱点 白棋呢 这个斑我就顶完了 只有这个 这个粘着线手 我还是可以断 这个地方白棋已经连不上了 所以它从这边尖 但是黑棋都是对于棋型的这个掌握呀 非常的到位 就把这个棋牢牢的给它吃掉 搬住 你可以说在这一代黑棋依然收获了不少 它主要是把自己给加强了 这是特别关键的一点 把一些收木 由于黑棋把自己加强了 它这一段就可以用穿这种手段了 它无所谓这个地方 把你的木破掉就可以了 本身它如果有点薄的话 它可能还有所顾忌 但现在它就不会顾忌了 因为它现在已经吃掉一个子以后 非常的厚了 那就是现在应该说 棋盘上可以站到的地方也不多了 就进入到一个收棺子的这么一个阶段了 白棋呢 把这个最大了 这个地方有大身腿有冲的余味 它都把这个防住 黑棋呢一跳 把这个子呢又给分割下来了 到现在为止 我们可以来大致的判断一下 这个局面的木数 这个地方算你大费 我靠住 黑棋可能要奔100木去了 这个棋90多 确实是木数相当的多 黑白棋只有70多 这个棋 黑棋90多 白棋70多的这个木数的差距还是太大了 所以下到这儿啊 这个白方就头子任父了 可以说 这盘棋啊 就是这样结束了 今天还为您带来的这盘棋呢 但是也是由中国的一位小将对这 马斯特啊 他是李祥宇三段 然后他是直白 看一下 双方 依然是新小木布局了 然后 手脚 手成这样子 白方挂入 其实布局的套路呢 下来下去也就那么多 马斯特给我们是带来了一些比较新鲜的东西 所以 呃 变布局上面呢 会不那么的落于俗套 要不然的话 真的是大家看布局 可能很多棋的时候都是千篇一律 比如像现在这样子啊 如果我们熟悉的这个爱好者就知道 挂一下之后再一间一家 然后打一个定式 大家都 非常非常的熟 下的 太多太多了 但是马斯特没有这么下 尖 拖鲜 挂这边 加 跳 这个也是马斯特所钟爱的下法 基本上我们在过去的理论上 加完之后啊 就是拆回的会比较正常 但是他是喜欢扩张 而且让你先表态 这个地方呢 如果这样呢 白棋其实可以拖先 就是不表态 我以后也许是从这边加 也许是从上面走 也许是直接老脚地 我可以暂时不走 但是现在这样子呢 他走得很积极 就是让你马上要表态 你现在不可能被封住 你肯定要出头 那你是非 还是跳 就是你自己来选择 他就是快速的 要把这个棋的变化给压缩 对机器来说 这当然是要 很重要的一点了 因为 他们也是这个 研究计算机的这些 一些消息 一些报道啊 说这个 马斯特的这个 每多下一个变化 比如说交换一招 那就是两手棋 对吧 交换一个次序 走一个先手 他就可以减少这个 好多好多好多的算法的这个分支 那么对他来说 他当然希望这个棋越来越窄 这个下法越来越少 他就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所以他 这种追求效率的下法 也是其实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的 但是他的中心思想啊 就是他这个 电脑还是把这个围棋 当成是一种算法 在进行计算 而是人如果是那样计算的话 是不行的 因为你不可能 从地下第一手棋的时候 就已经把最后边的都看到了 那是不现实的 好 现在像这样的之后啊 比较平淡 接下来 由于这地方呢 黑棋没有开拆 所以白棋呢 就选择逼紧他 好 在这个地方 黑棋又开始 他的这个表演秀开始 靠 斑 那么我们在过去的这个变化里面 或者通常意义上 黑棋都是自己先出逃一个 这个交换不交换都可以 大致是要在空中走一个 因为要逃跑嘛 没有根据地了 但是他的棋就是特别紧凑 你看他老是不 不拘泥于这个棋型 他觉得被你打一下 他根本无所谓 他就粘住 他的目标呢 就是处理自己 目的就是要把自己这个棋 很有效的 高效率的给处理好 飞 那么黑棋呢 他已经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发现其实他还拽着白棋 就是让白棋也没有安定啊 你也需要去花手术 对你自己这个棋来进行补墙 所以这就是他的目的 他永远都不下效率单一啊 目的单一的棋 他一般要么就是下一招给自己留有两个好点可以选的 或者是带着你一起来进行一块棋的处理 从整体上来说还是一个全局性的概念 如果说我们人下棋都是先下局部再看全局的话 他很多时候都是先看全局然后再下局部的 这个呢是比较比较厉害的地方 这里 夹击 白棋要把这个子逃出的一个原因 他还是想要灭掉黑棋的眼啊 对黑棋也是一个威胁 就是我在逃之故的过程当中 我也想带着你一起 所以这个思路呢 白棋也是很正确的 但是接下来下一手棋呢 黑棋下了一步好棋 这手棋不错 好手 之后黑棋压 也是走得很淡定的 把自己呢就都给走好了 白棋二路 这条棋也很大 算是别看是二路 如果换成黑棋 我们看一下 这白棋马上的眼形就 就要为做活而奔忙了 所以走这个 走的也很直接 这样定型完之后呢 其实这一带可以说就告一段落了 攻击黑棋已经显然是弹不上了 所以才从这边来了 黑棋镇 像在这种地方啊 就是你的骑行 其实一定要走好 比如这个时候 白棋的下一招 这个靠肯定就是一招疑问手 把自己的骑行走得有点 大家看也能看得出来 比较别扭 这个时候可能跳这个 还是一个本手 就是将来我留有靠嘛 你不能 你不能跟着我跳 跳的话 我就靠出来了 所以 有的时候缓一点 就是不那么急于去作战的效果 反而比你一直都在急冲冲的啊 这个球战 也许效果会好 好不少 它这个骑靠在这儿呢 很明显也是瞄着这个地方要靠出嘛 也是要问这个先手 但是呢 从它后面的效果来看 其实也并不是太好 重点就是你的骑行走坏了 搬你 这个很难受 只有猴 你如果敢搬 它就把你断掉了 它针子有力 它先飞 白棋还去断黑棋 但是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啊 踩成这样几步之后 你这个脚 已经就是受损很严重了 损伤了 而外面 其实你也就没有把这个子吃到啊 根本人家想跑 还是可以跑的 黑棋实战的是先加强自己 总是这样 黑棋再一飞 我们看 白棋 这一带的定型 其实收益吃掉了一个子 但是自身陷入了对方的一个包围圈 肯定还是亏了 这个也就是 骑行不正所带来的这个后果 贴住 这个怎么说呢 也是比较勉强 但它不贴也没办法出头了 你走这种正好送对方出来 这个显然也是大恶手 只好贴 但是你这一串的骑行都很怪 这以后被一搬头的时候怎么硬呢 现在是可以贴 可以跟黑棋顽强 但黑棋不硬也是下得很好 这一打 发现白棋这儿气很紧 你都下不来了 这个局部 已经不好办了 所以 当定型到这儿的时候呢 这个局部 白棋真的是好 非常的 比较比较的痛苦这样 黑棋肩回了 白棋的自身 我们看这个弯弯绕 弯弯绕完了之后 首先它没有效率 这是肯定的 同时 它这棋型的联络都 都是七零八落的 就这个地方 它的紫效的问题啊 出现了问题 所以导致 就假设紫效的问题是什么意思 就是本来一手棋就可以连上了 现在你走三手 那你的效率肯定就低了 本来呢 你可能一手就补进了 结果你补了三手 那你效率肯定也低了 就有点像 对方是 十个人 两个月就把一个栋楼盖好了 结果你这儿 不仅要二十个人 还需要三年 那你这个投入 肯定就不成正比 所以下棋的时候 其实我们争夺的 最核心的目的 就是效率 就是紫的效率 现在黑棋呢 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了 全部都连后了 那接下来呢 就是黑棋对白棋 展开这个反击 反攻 由于它没有后顾之忧 其实它的很多手段 就可以 走的就比较 走的就比较 我们来看下一手棋 这个形容起来 有点苦涩 我觉得这被一夹 这个白方 很痛 真的是很痛 我们来看它下一手 等一下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先调这个 配棋打这个 这是一个必然联系 然后它再做这个 刚刚需要先处理自己 然后下一手棋 背一夹的时候 真的是 感叹一下吧 就是这个AI 真的是非常厉害 这个Master 如果啊 这个时候 大家比如说 惯性思维 班我就尝一个 那它一火 那基本上活了 它也就不惧怕你任何了 但这一家 太紧凑了 这手棋 在这个局面下 绝对的一招抢手 什么意思 如果你走这个 那不好意思 我这个棋可以贴出来 由于我这 你这几个是不能弃掉的 所以它这个地方的选择 就会变得很多 而你尝在这儿 这边也很厚 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 这一代 所以它只要不怕你长 它这手棋就非常的有力 现在这个白棋 真的是好痛苦 这个棋 粘 只能去这样卖 从里面先缩着 粘一招 那棋型其实就已经 变得很坏了 以后呢 黑棋有这个贴的线手 外边还可以借用 走成这样之后 黑棋处理自己 这黑棋都是先手处理自己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了 就是当你把自己的效率 走得很高 然后自身就没有后顾之忧的时候 你行棋的任何时候 都是很爽的 你先手定型 先手就把自己走好了 白棋呢 虽然说没有死棋 可是白棋的因为它效率不高 它走了半天 它也没有走到木 而反而很多时候 都是因为自己很重啊 你不能轻易弃子啊 成为负担 被对方牵制 所以很多时候 如果棋型没有走 对永远都是一个 很深很深的负担 所以为什么我们学棋 要先学 除了一些简单的吃棋手段 之后要学一些棋型 要给大家讲 不要走渔行 就是这个原因 Master他经常下渔行 那没关系 因为他有很强大的数据支持他 他理论上 他是没有这个棋型的感觉的 但是我们不一样 我们要下棋的时候 如果不讲棋型 就会出现现在这个白棋的局面 真的是棋型太差了 效率太低了 好了 那我们看啊 现在这样子轮到了 黑棋 不这个 白棋又来了 白棋想要占黑棋的便宜 他想要便宜一点 你如果能给我活个脚 那就最好 但是也很残酷 这个主要是 涉及到比较基本的计算的时候 这个Master他是不会出错的 除非非常复杂的 因为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因为快器里面都是比较 相对来说 粗浅的计算 他都没有问题 算得比人快 算得比人准 吃 看起来好像挺混乱的 但是又是一招之间 就又被他给解决了 打吃完了一粒 这个时候 已经没有 就是没有特别复杂的变化 在这可以好变了 实际上他挡了一个背肠 我们看 这个局部 你还敢粘出来吗 粘出来 对太随便了 他可以走这个 也可以走这个 总之呢 就是往棋形上 不要让你这次往出头 也不要让你有眼 底下局部 你已经没有办法形成两个眼了 就死了这个棋 所以下到这的时候呀 他也就 没有办法再继续了 这棋确实是 当然黑棋这个地方下的很果断 也是下的很精彩的 但是 由于他这很厚 所以白棋其实也是勉强 而且同时 他这一代呢 就是隐隐约约有很多的先手借用 那么 你这个地方 刚才我们说 你想在这个地方 占点便宜 根本就不可能 你还是要给你之前的这个代价 在还之前的债 因为你之前下的效率不高嘛 之前走的不够好 这盘棋的白方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吸收很多 很有趣的一些地方 包括我们一直在强调棋行 强调效率 甚至于黑棋的一些变化 也都是下的非常的 就稳妥 这个稳妥 可以大家慢慢的花时间去理解 当然上这样子的语形 其实并不建议大家过多的学习 好 那么这盘棋就给您接下来到这里 感谢收看 再见